臺北市的市民朋友 今天一早 如果您要經過南京西路的話 要注意天坑的問題了 因為現在天坑的範圍再擴大 提醒大家要改到行駛 我們現在看到主要是 因為南京西路上發現了天坑 那原本預計今天是不是可以通行 但是沒想到發現新的漏水點 地點在哪 西寧北路 環河北路 目前是雙向封閉 那目前臺北市長蔣灣 也在現場視察情況 我們交給記者賴欣宜告訴大家 台北市長同南京西路 在前天深夜11點多是 金船發生的無預警的坍塌意外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在昨天 經過一整天的搶修 暫時是恢復了單向通行 不過這個整起意外 在今天凌晨的時候 卻是越捕越大動 我們可以看到現場是非常的誇張 這個坍塌面積大約是達了 20公尺的長度 那寬度則是有到達15公尺 深度則是2.5公尺深 那其實台北市長蔣萬恩 他今天一大早的時候 也抵達現場 帶您來聽稍早的訪問 我們監測當然是持續 先確保我們工程 能夠全部完成安全無餘 我們才會結束 一定是確保周遭住戶的 生命財產安全 這是最重要的 那目前我們已經找到原因 已經確定就是 是深度較深的污水管 也就是說未攻管 破損 所以既然確定原因 我們就即刻進行 還挖後續5天 那另外就是 那相關污水管 我們也在前端做了分流 所以這個都完成沒有問題 所以現在就是即刻 針對這個問題點 我們趕快把它做一個處理 好那現場初步研判呢 是因為污水管有整個破損的情況 才導致整個 嗯 道路的泥沙是被沖走了 那因為呢 這個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他參差的面積距離 民宅是非常的近的 因此就很怕會影響到 整個建物結構的安全 因此稍早呢 其實結構其實也有到場 目前初步看下來呢 是不會影響到整個建物的結構安全 只是說呢因為這附近呢 就是一旁的住宅區 還有很多非常多的人會經過 因此呢其實我們目前也有 現在也是有進行整個雙向的封路 就怕會影響用路人的安全 只是說後續呢 因為這個情況也是越來越的 越來越 目前呢還在掌握當中 那其實呢住戶戶也是非常的擔心害怕 只是說北市府呢 目前已經緊急的成立了災害應變小組 希望能夠趕快呢 去把這個問題給解決 以上是現在為您掌握到的最新情形 情形有沒有嚇到 因為 有啊 那昨天我昨天說 我覺得一動的時候 有看了為什麼你這樣大 今天真大 為什麼現在轉得變成 不會有穩定大啊 嚇死啦 那對於居住的安全有沒有影響 沒有 那目前我們都不知道啊 解剖上我們都沒說 那人接著做好一下 解剖上好像沒問題 不然也不知道 我昨天那邊幾個要讓大千 現在從那邊幾個要大 了解 那你這樣子的話 有沒有說 希望政府要怎麼做 怎麼處置 對於你們的居住安全 我們現在是最好 就是挖起來 看裡面結構怎麼樣 然後另一邊 連打見 沒力的 我當然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